这个案子呢 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讨论 主要是这句话呢 恐怕很多 不要说妈妈爸爸也说过 你再不听话你死定了 而因为这句话呢 这个母亲被以恐吓罪嫌起诉 会不会太重了 那么家长的威胁话语 很多不只是你死定了 包括这个你看 你再不听话 你搬出去自己住好了 自己养自己 以后喜欢的看电视 打电动通通不准 还有呢 把你送到警察局 带到坟墓去 来看看这些话 你是不是也讲过 小朋友亲嘴巴舌 抢着要报家长的料 有人说如果没有乖乖写功课 爸爸妈妈不但会帮忙收拾行李 还威胁要把自己赶出去 不吃饭或是玩具乱丢 还会被扣零用钱 叫你去哭了 不然就是扣你压岁钱 我会说如果那个 如果我再不听话 要把我赶出去 小朋友无奈地说出 爸爸妈妈在家 最常说出的恐吓话语 经过统计还有语录排行榜 第一名就是威胁 要把小朋友赶出去 不然就是说 要叫警察来抓你咯 其中最有效的就是 不让小朋友看电视 玩电脑 打电动 还有超级特别的 既然有爸爸威胁小朋友 不乖就半夜带你去 问阿波 很不乖 然后爸爸就很生气 想说 我要带你去问阿波 我妈妈说 如果不乖要扣十 不乖的 不是吧 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到杯子 我不是吃饭 爸爸妈妈就会叫我去树下自己一个人 安静帮里分别有小一到小六的小朋友 童言童语的大爆料 爸爸妈妈常常脱口而出一些吓唬小孩的话语 但威胁归威胁 说久了 小朋友无感根本没在怕 他会不会怕 不会 我也不会 一点都不会怕 写慢你就跟他到外面去写 速度搬出去 这样子 他会怕吧 他还是不怕 可能就是只是说说 他一次两次他就觉得不可能 他就不会听你的了 担任安静帮老师十多年的沈主任说 其实家长一些无性的话语都会伤到小朋友 其实可以多跟孩子沟通 用讨论的方式去理解小朋友 为什么不乖不听话 再用鼓励的方式激励小朋友 都会比威胁的恐吓话语来的更有用 记者林正宜张星高雄报导